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虽然家庭条件不怎么样 但父子母孝 到二十二岁嫁人的时候 丈夫也是善良孝顺 又责任心的大好青年 只是我不太明白的是 我爸妈我老公都很好 尤其是我爸妈 也清楚我老公为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老公跟我回家 我妈却不让我老公 跟我们一块上桌吃饭 家里的传统吗 可是我姐夫来我家 就不是这样啊 甚至于我也问过我爸妈 我爸妈明确告诉我 确实没有这个传统 但在非传统习俗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又说不出个原因来 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我 为了这件事 我没少跟我爸妈冲突 他们不是不讲道理不知轻重的人 这样会伤害到我丈夫 也会影响我跟他的感情 但是每次我爸妈都只会说 你懂什么 这是为你好 这样的好我还真不稀罕 在看到我丈夫 确确实实开始失落后 我就尽量减少了回娘家的次数 就算有事不得不回 也就只我自己一个人去 直到那一次 我妹结婚 在我家乡有个喜数 弟弟妹妹结婚的时候 哥哥姐姐跟他们的伴侣 都必须除夕 这是兄弟姐妹感情深厚的表现 否则新娘子夫妇 是会被说闲话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 我跟我丈夫在一起回了娘家 我妹婚礼前一天 我们都是在家里 我爸妈吃饭的时候 又没让我丈夫上桌 我心里十分火气 但抵不过隔天 就是我妹的婚礼 为了我妹能开开心心地出嫁 这窝囊气我忍了 可是隔天我妹的婚席上 我爸妈竟然再一次阻止 我丈夫入席上桌 这一次我是真的怒了 忍无可忍 我压低了声音跟我妈说 这样的情况下 不让张斌上桌 也太杀她面子了 结果我妈认真想了想 竟然回答我说 那就让她先别吃 作为二姐夫 在这站着撑个场面就行 或者万一不行的话 就让她陪着妹夫去敬酒 别坐下就行 先别吃 撑个场面 去敬酒 别坐下 我一气愤就拍了桌子 跟我妈说 看不起我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地 给我丈夫难看 我妈被我的话惊到了 瞠目结舌半想 跟我说 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要我等我妹婚礼后再说 这时候 已经有不少亲朋 听到了我们这边动静 正一脸奇怪地看着 为了我妹的婚礼顺利 我忍无可忍 也还是忍着 安抚好我丈夫后 我跟着家人入席吃饭 而我丈夫 真就像我说的那样 陪着我妹跟我妹夫去敬酒 看着这样的情况 我心里愈发难受 对我爸妈怨对 也愈发得深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一次我很注意我 爸妈言行举动 不经意就发现了一个情况 他们递我碗的时候 我编上一个本家亲戚 本来想接他手里 也还没有碗 但是我爸妈偏偏绕过他 固执地把那碗递到了我面前 这举动说不上奇怪 但确实让我多看了这碗一眼 不经意间就看到了碗底 看到碗底的东西 我所有的不满跟院队 请客间消散 只剩下满心的感动 泪流满面 我理解了我爸妈 并心疼他们 应该很多农村都有一种说法 叫给人带来不幸的灾星 叫天煞 而我家乡就有这种天煞的说法 只不过我也不知道 跟你们那边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反正在我们这 天煞这种存在 是通过餐桌将不幸传递出去的 而破解的方法 就类似小时候语文课文里面说的那样 将药物残渣泼在地上 踩了药渣的人就会带走病痛 在我们这 跟天煞一起吃饭的人 就会沾染不幸 而我在我爸妈认知里 我老公就是这种存在 我记得我刚带我丈夫回家的时候 我爸妈就有跟我说过这件事 但我毫不在意 这是他们老一代人 迂腐守旧的认知 我并不赞同这种认知 同时我也跟我爸妈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必定会跟我丈夫在一起 不管他是不是天煞 我很爱他 在后来我爸妈果真没有再跟我提这件事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成为了过去时 却不知道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爸妈已经去找到了师父做法 他们不能阻止我跟我丈夫单独相处时的情景 却不会允许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我老公跟我一块 不但如此 他们还在我的碗底 做了相关的祈福记号 希望将我沾染到的步行 转嫁到他们身上 这种情况我有点言说不清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爸妈迂腐守日 但我恨清楚很明白地知道 我爸妈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 甚至于他们也爱着我深爱的人 我的丈夫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不会允许我跟我丈夫组成家庭 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默默守护着我们 我心里感动 面上便上泪水四溢 我爸妈慌乱地问我怎么了 边上的亲戚也都看着我 尤其是我妈 偷偷问我 是不是还是生气 不让我丈夫入席的事 我说不是 有点愧对我妹妹 我分明不是因为她哭的 却奈她来当了借口 我说想到我妹妹都结婚了 我们三个女儿都出嫁了之类 就有点伤感 也很舍不得我妹妹 我跟我姐就嫁在本地 但我妹妹是远嫁 以后一年也不一定能见一次 众人都打趣我安慰我 我擦擦眼泪也露出一个笑来 等到我妹妹的婚礼酒席结束 我不用我爸妈开口 我自己主动说了我的发现 并且告诉他们 我并不信这些 我丈夫从旁听着 此时也知道了是什么情况 看他皱起的眉头 也不难想到 他的心情也很复杂 他竟然会被我爸妈认作是天煞 另外 这种天煞 其实也还有另外点特别的 它并非天生存在 而是跟一个命根不合的人在一块 会出现这种情况转化 我丈夫我意思是 我爸妈思想根深蒂固 我们就宽容他们 默认这种说法算了 但是我不愿意我丈夫受委屈 虽然我知道我爸妈不但没有恶意 还很关爱我们 我告诉我爸妈 我跟我丈夫在一起很幸运 当然这种幸运 也可能跟他们转嫁了 我的不幸有关 但是相对而言 他们在我婚后也没有过不幸 我从我爸妈那 争取到了半年的证明时间 这半年 一如过往般一切正常 有好有坏有不幸运 也有倒霉 但是谁的生活不是如此 在现实佐证下 我爸妈终于接受了我的说法 开始摒弃他们陈旧固化的旧思维 我跟我丈夫回娘家的时候 他跟跟我一起入席 就坐在我边上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火光中的月亮 男朋友的未婚妻找到我 阿燕说 你是他玩过的女人里最便宜的 今天见了 果然是便宜货 我这才知道 在我期待结婚的五年里 我的男朋友 一直在筹备和别人的婚礼 我在生日宴上 主动向陆燕求婚 阿燕 我们结婚吧 陆燕愣了两秒 今天是你生日 先不谈这些 那什么时候谈 我和陆燕在一起五年 所有人都说她爱惨了我 可是 关于婚事 她却始终避而不谈 陆燕 我深吸一口气 我只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娶我 现场真落可闻 所有人的注视下 我紧紧盯着陆燕 而她在沉默 两久 陆燕坐姿朝后 以了几分 微微 我们这种家庭讲究门当户对 我没得选 她弯身看我 语气浅全 但是 只要你乖 我们可以一直保持现在的关系 我觉得这呼吸有些困难 所以 我们这五年算什么 不是谈恋爱吗 陆燕点了根烟 眼神清醒到有些淡漠 算 也不算 你是我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女朋友 我似乎明白了 却还是忍不住 怀着最后一丝西迹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意思就是 爱过 是女朋友 也仅此而已了 藏在桌下的手 死命掐着掌心 才勉强忍住泪 所以 你从来没想过娶我 她叹 对不起 陆燕拥来的手 被我推开 几次过后 她的耐心快要耗尽 皱了皱眉 唯唯 适可而止 我们这个圈子都是这样 没谁例外 好啊 我仰头看她 不用适可而止 陆燕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出了会所 陆燕没有追出来 我知道她家里有钱 但究竟有钱到什么地步 我并不清楚 恋爱期间 经济方面 我虽做不到完全平摊 但也尽量四六分 我不图她钱 但我想图她的一辈子 陆燕身上 少有二代的散漫进 她很明确自己 想要什么 也很迁就我 肯陪我住着出租房 愿意陪我吃路边摊 也会把我送她的 百元T恤穿到变形 万上常年不摘的 是我亲手做的手串 其实 我很早前就偷偷幻想过我们的婚礼 不需要很奢华 但一定要很温馨 要有很漂亮的手捧花 有见证的亲朋好友 还有陆燕 那个受委屈时会眼睛红红 像个可怜小狗的 陆燕 可是这场梦 今天却被陆燕亲手打碎 我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 其实 也没多少东西 除了些贴身衣物用品 能带走的也就几本日记 五年 一千多日夜 最后也只化为这几页落笔 出门时 却遇见了陆燕 他抢过我手中的行李箱 你要去哪 我尽量保持平静 分手 我不同意 陆燕紧紧攥着我手腕 你知道 我还是爱你的 我不知道 积压已久的情绪 终于在这一刻崩溃 你所谓的爱我 就是想让我一辈子 没名没分地跟着你 你现在单身 可以昭告天下 我是你女朋友 如果有一天 你被家里安排联姻呢 我冷眼望着她 到时 你该不会要把我 养在外面做情人吧 陆燕握着我的手 叹了一声 微微 我没得选 又是这四个字 将她摘得干干净净 她没得选 所以她只能将我藏在地下 只能一边享受 家族赋予她的权势 一边打着爱我的名义 金屋藏娇 我推开她的手 但是陆燕 我有得选 忍下心底晦涩的疼痛 说道 我们分手了 当晚 我找了间快捷酒店住下 电话接连响个不停 都是陆燕 都是陆燕 惹得人心烦 后来 我索性拔了电话卡 扔进垃圾桶 和陆燕分手 对我而言 几乎是要换一个生活圈 我没什么亲人 也没几个朋友 生活里除了画画 似乎就只有陆燕了 就这么躺到深夜 却还是睡意全无 一闭眼 就能想起我和陆燕的从前 大学时 她用烟花在学校上方的天空表白 我爱捡泪 赤裸直白 野外爬山时 我意外走丢 是陆燕之身找到我 用她的外套将我裹紧 自己却穿着单薄 背着我身一脚浅一脚的下山 赌赌 忽然响起敲门声 是简小姐吗 门外 女人语气很轻 我是阿燕的未婚妻 我们聊聊 未婚妻 这三字狠狠刺痛了我的神经 门开 我闻到了很淡的女士香水味 味道好闻得很高级 她在打量我 自下而上 以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打量目光 你就是简威 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 这样的临时见面 也让我觉着有些难堪 我穿着丝眠质地的睡裙 松垮垮地贴着身子 头发有些乱 脚上还踩着酒店的一次性脱鞋 脱鞋 我愣住 那些充满恶意的话 仿佛一柄重锤 一寸一寸 敲碎我硬撑的脊梁 之前我还好奇 你是怎么个一身傲骨的 今天见了 她顿了顿 笑笑 也不过如此 一张卡被她扔过来 砸到我手臂 然后掉在地上 里面有十万报酬 算是你这几年 免费伺候阿燕的辛苦费 我想 你应该也就值这个价了 被砸过的手臂 火辣辣地疼 银行卡掉到门口脏兮兮的地毯上 就像我那不堪一击的自尊 承越抱着手臂看我 捡起来吧 别到最后 白跟了阿燕几年 什么都没捞到 我死死咬着唇 僵硬地弯腰去捡 头顶响起吃笑声 承越笑声轻蔑 什么一身傲骨 为了十万块 就连脸都不要了 她转身想走 却被我一把扯住了头发 用力一拽 她尖叫着被我拖到门前 那张银行卡被我重重砸在了她脸上 这算什么 程小姐拿自己的价格衡量我 我冷笑 原来付加千金这么不值钱 说完 我甩开手 回身重重关上了房门 走廊里响起承越气急败坏的骂声 而我僵硬地背靠着门 双手颤得厉害 不过是强称罢了 未婚妻 陆燕已经有了未婚妻 所以 在我满心欢喜的一次次计划 与陆燕的未来时 她一直瞒着我 在筹备和另一个女人的婚礼 这就是陆燕说的爱我 一夜难眠 早上洗漱时 镜中人双眼红肿 满脸皮色 憔悴得不行 简单收拾一番 我准备下楼去找间中介租房 然而刚出门 便遇见了隔壁的住客 陆燕保持着开门的动作 微微 她快步朝我走来 空气中烧来未散的浓重酒味 然而 房间里传来女声 阿燕 陆燕的脚步顿住 接着 承月从房间里缓缓走出 故意挽上了陆燕手臂 语气称怪 阿燕 昨晚都怪你 我腰上都青了一块 陆燕神色微变 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 这些都是承月故意让我看见的 包括她私质睡群下 不经意露出的暧昧吻痕 陆燕对睡眠要求极高 她绝不会来住这种快捷酒店 回过神 我转身想走 手腕却被陆燕拽住 微微 她不肯松手 却又没了下闻 承月走上前 微微挑眉 阿燕 你这是 陆燕手指暗暗收力 最后还是松开了 没事 承月笑了声 语气很轻 这位是你朋友吧 阿燕 你可别忘了给人家发请柬呢 陆燕沉默了好一会 她接过承月地区的请柬 送到了我面前 语气低沉 这是我的请柬 我忽然觉着很恶心 发自内心的反胃 我坐视要接 却在陆燕松手的那一瞬间收回手来 请柬轻飘飘地掉在地上 我冷眼看她 我和陆先生很熟吗 陆燕脸色阴沉 而我转身走进了楼梯间 身后承月的声音忽远忽近 走吧 今天约了摄影师拍婚纱照 下了半层楼 我才隐约听见陆燕的声音 好 思绪忽然被扯回大学时期 陆燕生日 我突发奇想和她去拍情侣写真 换装时看见了橱窗里挂着的婚纱 于是 我和陆燕拍了一张 不算婚纱照的婚纱照 镜头定格的一瞬间 我看着镜头 而陆燕偏头看着我 再回神 三层楼梯已经走到头了 我僵硬地走出宾馆 清晨阳光温热 日头正新 最后 我租了监晶装修的公寓 loft房型 楼下的空间 刚好摆我的画板和颜料 只是 我一直供稿的杂志社 忽然传来消息 临时更换了插画编辑 唯一的经济来源被断 联系了几家出版社 都接连碰壁后 我尝试着 将自己的画作挂到了网上 却无人问津 只有一个名为水墓的人评论说 很喜欢你的画 等我有钱了 一定买下你所有的画 我笑着回复说好 却忍不住有些心酸 黄昏时分 我坐在落地窗前 将颜料在画纸上 层层叠叠地涂抹 思绪也和那团涂鸦一样混乱 手机就在这时响起 是一家小公司的面试邀请 挂断电话后 我扯下那张乱糟糟的涂鸦 将画纸揉作一团 扔进了垃圾桶 忽然撇到日历本 6月16日 是我和陆燕的恋爱纪念日 记得去年纪念日 她恰巧在国外出差 在我深夜忍不住失落地和她抱怨时 电话里传来陆燕含笑的声音 微微来窗边 本该在大洋彼岸的她 就那样站在了路灯下 风尘仆仆 又满眼温柔 回忆总是因为那些细微的瞬间 而显得格外柔软 但回过神 看见窗外被夕阳染红的天际 我又很快抽离 今天是6月16日 星期天而已 夜里十点多 整栋公寓楼忽然停电了 因为童年的缘故 我从小就很怕黑 而我的手机电量不足百分之十 相比于手机没电后 在黑暗中窟等一夜 我决定下楼扫个充电宝 再找家便利店等着 我住三楼 下楼很快 然而 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胆量 深夜 停电 漆黑的楼梯间 无意不让我双腿发软 啊 台阶上有水 视线又昏暗 脚下一滑 竟直接摔了下去 左腿疼得钻心 有人从楼下跑上来 没事吧 手垫的光斜斜拢着他半张脸 只照见了清俊的眉眼 不认识 但有些眼熟 好像在电梯里 遇见过两次 他扶我起来 还能走路吗 能 我按着扶手 咬牙走了一步 可左脚刚一粘地 便是震钻心地疼 对方再次扶住我 上来吧 他半蹲下身 黑色衣料与夜色融为一体 我背你下去 我犹豫了下 谢谢 他背着我下楼 走得很稳 还在我腿弯处的手 绅士地钻了拳 尽量不碰到我 见我疼得厉害 又拦辆出租车 陪我去了医院 路上 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林池 到医院后 林池扶着我下车 然而 刚走到大厅 便迎面遇见了两个熟人 深夜 临近十一点 我和陆燕在医院的大厅门口 狭路相逢 他右手成拳 轻轻抵着腹部 应该是未病又犯了 在他身后 还跟着承越 我很快一开目光 靠着林池 继续艰难地往大厅里走去 简威 陆燕快步走到了我面前 他冷眼扫过林池 脸色难看 本以为这人又要闹了 可陆燕开口 却是压着火问我 你腿怎么了 我没作声 绕过他朝前走了一步 左腿的剧痛 却疼得我踉跄了下 陆燕下意识朝我伸手 但已有人抢了先 林池浮稳了我 声音温和 小心 他掺着我 示意我将身子重量 都已在他手臂上 陆燕却不依不饶 跟了过来 腿疼吗 他皱眉 我背你过去 阿燕 承越适时地走上前去 没了单独 见我时的盛气凌人 他挽着陆燕手臂 语气和缓 我们先回家吧 伯母还在家等你呢 他笑吟吟地看了我一眼 一由所指 而且 简小姐身边有人陪了 怕是也不希望你留在这 陆燕脸色很难看 但也并未反驳 我在林池的搀扶下 缓慢地绕过了他 身后很安静 停顿了会 我听见很细微地离去的脚步声 林池扶着我去挂号 问诊 检查完已是深夜 还好 医生说骨头没事 就是脚踝扭得厉害 开了盒药膏 回家休养两天就好 林池扶着我出了诊室 手掌无意间碰到我腕骨 却热得发烫 而他脸很红 唇色却泛白 我觉着不对劲 在他额上摸了一下 你发烧了 没事 林池笑笑 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我拽着他去护士站 量了下体温 三十八度九 这人明明早就察觉到发烧 却还是陪着我做完了检查 他语气随意 太晚了 你腿有伤 自己不方便 都是邻居 没什么 林池最后还是 拗不过我 在医院打了吊针 已是深夜 打针的大厅里 人不算多 零星几个 我坐在林池旁边 刷着手机 要输到一半 我觉着肩上一沉 是临时睡着了 头缓缓垂下 搭到了我肩上 我用手背去试了下温度 还是很烫 还没来得及收回手 面前忽然投下大片阴影 抬头去看 就这么撞见了 陆燕阴沉的目光 他是谁 陆燕的阴魂不散 让我觉着无比烦躁 我皱皱眉 没打算回复他 姐妹 你和我分手 就是为了他 这算什么 陆燕咬牙 语气带了些讥讽 无缝衔接 太阳穴突突地跳 我烦躁无比 算你爹 陆燕愣住 被吵醒的林池 也愣了愣 我握住林池的手 同他食指紧扣 抬到了陆燕面前 你没猜错 他是我新男朋友 比你年轻 比你中看 也比你中用 最重要的是 他还会娶我 我以同样讥讽的目光 看向他 收利 别闹了 不赶快涂药 明天脚腕肿的更厉害 和你有关系吗 有 陆燕抬头看我 眼底带有极强的 占有欲望 我不同意分手 你不是想结婚吗 给我些时间 我会处理完一切 然后娶你 原来人无语到一定程度 真的会笑 我冷眼看着他 陆燕 你以为你是谁 我凭什么等着你娶我 放开手 陆燕没动 下一刻 林池不知何时拔了针 右手忽然攥上了陆燕衣领 男生神色温和 语气却冷 我女朋友让你松手 没听见 顿了两秒 陆燕甩开她的手 目光审视地 在我和林池身上流转 女朋友 她盯着林池身上的杂牌白涕 笑了声 全身上下没超两百块 就凭你 也想当她男朋友 没钱就别学人追女生 闭嘴 我强忍着左脚钻心的腾挡 去了林池面前 是不是在你心里 所有的感情都要用钱衡量 我抬头看她 毫不掩饰眼底的讥讽 那这样说起来 陆总更适合去嫖 每一分钟的动情 都能明码标价 陆燕皱眉 威威 你帮着这个穷小子说话 还是说 你还在怪我 她自言自语着 认定了是后者 我解释过 我和她只是逢场作戏 那只结婚证 就那么重要吗 比我们相爱还重要吗 重要 眼前人仍是我爱了五年的容貌 却忽然变得陌生 我冷眼看她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离开你 你可以选择不结婚 我也不是非嫁你不可 但你甚至没有胆量告诉我 你不会娶我 因为你会在家庭和我之间 选择前者 你总说你没得选 但你也没给过我选择的余地 你只是怯弱的 自私地打算浪费我的一辈子 憋在心里的话 一口气说完 我松了口气 陆燕 我用五年时间 才发现一件事 你最美种 我和临时回家时 已是凌晨 她还滴烧着 却坚持扶着我送到家门口 看着我进门才离开 公寓也已经来电了 喜树上床 我不由地回想起 今晚我说出那句话后 陆燕钻紧的拳 泛红的眼 却没有反驳 周一 脚腕好了些 已经可以一拳一拐地走路了 我去了约定的公司面试 当晚便收到了offer 买了很多礼品去找林池 想要感谢一番 可她手机关机 敲门也无人硬 我有点担心 到了夜里 手机仍打不通 我又一瘸一拐地去了她家门口 这次敲了近十分钟 门竟开了 房间里没有开灯 厚重的窗帘挡住了月光 空气闷热 林池站在门口 两天未见 下河冒出一层胡茶 眼里全是血丝 林池 我有些被她吓到 她勉强朝我笑笑 有事吗 我来给你送些礼物 感谢你那天晚上 没事 她打断我的话 声音很轻 说完便要关门 她状态实在不对 心一急 我直接伸手去挡 啊 手指被门夹到 钻心地疼 眼泪几乎瞬间 就涌了出来 林池一愣 连忙扯住我手腕 没事吧 她眼里满是自责 抱歉 我盯着面前形容狼狈的男人 轻声问道 我方便进去坐坐吗 林池沉默了好一会 侧身让开路 并打开了灯 好 林池家里很干净 干净到让人觉着 有些窒息的那种 房屋一尘不染 就连床单都没有一丝褶皱 地板光洁如新 唯独地毯上 散落着一堆药品 虽然林池很快收起 但我还是贴见了 膝态普兰 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我皱眉 虽然和林池接触不多 但他给我的感觉很温柔 也很善良 他得了抑郁症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询问 接着听见卫生间里传来水声 林池很快出来 脸上沾着胃干的水迹 抱歉 他语速缓慢 低沉 听得人心里莫名有些难受 我犹豫了下 一瘸一拐地走到地毯边坐下 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方便聊一会吗 林池犹豫了会 还是走了过来 我们之间隔着半人宽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 刚好可以看到窗外 今夜月亮很圆 但依旧可以望见群星 我陪林池聊了很久 也知道了他的过去 林池过去是一名游泳运动员 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 他甚至被教练称为 最有可能拿下世界冠军的选手 可是 这样未来可期的他 在一年前的一场意外中受伤 终身无法再参赛 而他的父母 也在那场意外中丧生 死在了他面前 他眼睁睁看着他们求生 又看着他们断气 却无能为力 心情与梦想的双重打击 彻底压垮了他 林池的眼睛红得厉害 提起那段不敢直面的回忆 他搭在膝上的手 微微颤着 然后颤得愈发厉害 直到我握住 我本想告诉他都过去了 可话到嘴边又顿住 对他而言 怎么可能会过得去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轻轻握住他的手 直到他情绪平复 最后 林池松了口气 谢谢 上班第一天 除了左腿烧瘸 一切都很顺利 领导不算难缠 同事还算热情 除了 新换的手机号 接到一通来自陆燕的电话 接连挂断五次 他终于没有再打过来 下班后 我第一时间去找林池 还好 他今天状态好了很多 还亲自下厨做了晚饭 林池看着心细 但厨艺的确是 一塌糊涂 当我发现 他炖的鱼 还在冷水锅里游泳时 我叹口气 把他推出了厨房 还是我来吧 其实我厨艺也一般 但勉强能吃 林池不肯走 就处在一旁打下手 帮我洗洗菜 打两个鸡蛋 我手忙脚乱地炖了鱼 一天头 却看见林池正倚着门框看我 他穿了深浅色的家居服 头发是被瓢染过的黑色 发丝细软 柔顺地贴着额角 夕阳透过窗 自他身后蔓延 将他眉眼衬得愈发温和 林池有一双很温柔的眼睛 目光澄澈 这会静静地看着我 没有任何属于男性的凝视 只是单纯地 温柔地 以着门边观望 他笑笑 语气真诚 简威 他说 我觉着你是个很特别的人 能让人觉着安心 今天 公司的氛围有点不同 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我刚到公司 便被一旁的暖暖拽去 听说了吗 咱们公司被收购了 空降的新boss一会就到了 收购 我们公司规模并不算大 从领导到员工全加起来 不过二十来人 怎么会忽然被收购了 我忽然有种不好的猜测 然而 很快 我的猜想被证实 同事们欢迎的掌声中 我看见了 缓步走来的路燕 他的视线 毫不避讳地落在我身上 炽热浓烈 简威 过来我办公室 回过沈 我直接坐回了公位 路总有什么事 就在这说吧 办公室一片寂静 暖暖在桌下悄悄推了我一下 眼神示意 你疯了 陆燕却似乎并不生气 他看着我 挑挑眉 你确定让我在这说 气氛僵持 最后 我还是过去了 陆燕那人 有骨子封禁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议论声中 我跟着陆燕 进了他的办公室 听见身后 啰嗦声 我瞬间警惕 陆燕走到我面前 弯身 视线 与我持平 威威 回来吧 他声音有点哑 你知道的 我离不开你 递几次了 我后退一步 同他拉开距离 有点烦躁地 按了按眉心 陆燕 你到底还想听我说 几次分开 在一起时 欺瞒 自私 满脑子占有 分开后 又死缠烂打 你已经把我记忆里 紧剩的那点美好 都磨光了 我仰脸看他 你这样 只会让我 更庆幸分手 陆燕眼底 卷起太多情绪 错愕 愤怒 最后又通通 化为不甘 他欲言又止 最后 也只是 攥紧了我手腕 你生气也好 讨厌我也罢 我不会放手 在我甩开他的手 转身要走时 忽然听见他 提起了林池的名字 你拒绝我 就是因为那个林池 陆燕朝我走来 语气低劣 微微 一个抑郁症患者 有无数种 自杀的理由 啪 我颤抖着手 瞪着他 我们之间的事 和他无关 别让我恨你 陆燕垂着眼 看不清表情 脸上的巴掌 印很明显 我转身离开 辞职书 我会发给你 陆燕 你如果还想给彼此 留点体面 我不要体面 他打断我的话 声音嘶哑 我只要你 从陆燕办公室出来 同事们议论声未停 暖暖平时和我关系最近 凑过来低声问 微微 你和新老板认识 不认识 我开始收拾东西 你这是 离职 我快速你好辞职信 收拾东西离开了公司 我走时 陆燕就站在门口看着 点一根烟 声腾的烟雾 模糊了他的视线 然后被风吹散 出了公司大门 手机忽然震动一声 是一条信息 所属号码很熟悉 熟悉到我几乎倒背如流 离职后 我保证 你在京北 找不到任何与绘画有关的职业 你的画也不会有人买 简威 如果你不想做些刷盘子扫地的服务工作 来折辱自己 就回来找我 紧接着 第三条消息又发了过来 这次 陆燕语气软了下去 微微 算我求你 回来 我没有回复 只是把他拉进了通讯录黑名单 这五年间 他但凡真正了解过我 就该知道 我绝不走回头路 哪怕前路坎坷 暗淡无光 收拾东西回了家 心绪纷乱 开门时 咪咪从猫爬架跳下来 过来蹭我裤脚 咪咪是当初 我和陆燕一起收养的流浪猫 陆燕很讨厌猫 却还是由着我在当初 一居式的租房里养了咪咪 我蹲下身 揉了揉咪咪的脑袋 给他开了盒罐头 然后下楼 敲门几声 临迟才过来开了门 房间里照旧很干净 也是照旧的黑暗 空气有些闷着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我们已经足够熟悉 我甚至在临迟家里放了一双 我的拖鞋 我换了拖鞋 走去开窗 通风 一回身 却看见了地上倒着的 空了的安眠药 临迟 我跑去捡起空药瓶 你吃了多少 临迟看着我笑笑 没事 吃了两粒而已 最近失眠 睡不着 真的 真的 临迟从我手中 接过空药瓶 扔进了垃圾桶 放心 她猜出我心中所想 我答应你 如果有一天 我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毕竟 她语气一顿 笑声很轻 你是我在这世界上 唯一的 朋友 有那么一瞬间 其实 我竟有点想要问她 只是 朋友吗 却还是没能问出口 那天晚上 我在临迟家 留到很晚 看她的确没事 我才放心回家 不知为什么 回家后 我总会想起 临迟的眼睛 那样清零零的目光 细看 却全是细碎的光 似乎下一刻 就要轻飘飘地 和这个世界告别 第二天 我醒得很早 洗漱过后 有点放心不下 便带着咪咪下了楼 这次临迟开门很快 这是 她盯着 我怀里的咪咪 我撒了谎 我这两天忙着找工作 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咪咪 她很温顺的 临迟目光柔和 伸手轻轻揉了揉咪咪的头 咪咪似乎也很亲近她 毛茸茸的小脑袋 在她掌心蹭啊蹭的 好啊 我找了几天工作 然而 陆燕说得没错 京北市所有与绘画有关的行业 都不肯收我 甚至有两家公司 刚一听见我的名字 便拒绝了面试 陆燕说 要全方面封杀 就半点不会留余地 但我不会服软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作画 有时一画就是一天 然后将成品挂到网上 本以为又会无人问津 然而 当晚便有人买了两幅画 收货地址是隔壁城市 发货后 我第一时间买了菜 去林池家里找他庆祝 林池来开门时 怀里还抱着咪咪 小家伙见了我只很轻地喵了一声 便继续窝在了林池怀里 我揉了下猫头 逗他 小渣猫 这么快就一情别恋了 林池很自然地 接过我手里的菜 今天心情很好 对 我兴奋地扯住他袖口 我的话迈出去了 林池放下猫 笑笑 是吗 恭喜啊 我看着林池的背影 你呢 我咬咬唇 轻声问他 你最近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林池洗菜的动作一将 有啊 他笑 你每天都来烦我 咪咪也很黏人 我都没时间郁闷了 我故作生气 好 现在都嫌我烦了 话没说完 便听见林池笑了笑 不烦 你在的时候 我都很开心 心跳似乎漏了一拍 我想说些什么 但张了张嘴 却觉着嗓尖发色 林池今天穿了件白衬衣 袖口挽至小臂 后脖梗天佑的位置 有一颗细小的痣 仅仅一个背影 就好看到仿佛漫画中走出的白衣少年 晚饭是我和林池一起做的 他炒了一个酸甜口的西红柿炒蛋 我炖了排骨 还煮了鸡尾虾 虾被咪咪偷吃了两只 为了庆祝我卖出了第一幅画 林池还陪我喝了酒 这人酒量似乎很差 很快脸色变红了 一向温柔的目光 也在喝醉后多了几分飘忽 他向来有分寸感 这会却用手捏着我的脸 然后凑近看我 简威 你特别特别好 他说 总会有人能看出 你画作里每一处落笔的灵魂 会有人和你同平共振 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你 喜欢你的画 你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画家 林池说这些话时 认真的看着我 目光温柔地像一池春水 有风吹过 他也只是温和地泛起一层涟漪 又很快如初 心跳生素的那一刻 我轻声问他 那你喜欢吗 喜欢呢 林池笑笑 我超喜欢你的画 只是画吗 我仰脸看他 壮着胆子询问 林池的笑僵了下 最后直视着我的眼睛 也喜欢人 温度攀升 酒精在血液中翻涌沸腾 甚至最后分不清是谁主动 我只能看见那双眼与我的距离近了 再近 快要感受到彼此的呼吸时 电话响了 沉沉沦的思绪瞬间抽离 林池墨地起身 同我拉开了距离 我紧张地不敢看他 慌忙去摸手机 是个陌生号码 接通 略为耳熟的女声响起 简威 我倒是想小看你了 不过 别得意得太早 你以为陆燕和我取消婚约 就会娶你这种穷酸女 别做梦了 他讥讽笑道 你这辈子都别想进陆家的门 陆燕再怎么喜欢你 你也不过是个上步的台面的情妇 说完了 我皱眉 傻逼 然后挂断了电话 满嘴的娇妻言论 和这种人多说一句话 都是浪费时间 房间里安静下来 林池摆弄着手里空了的一拉罐 我回想起刚刚被打断的那一幕 也觉着脸有点烫 林池包了一只橘子递来 还细心地撕下了白色筋膜 谢谢 又是一阵寂静 我打破沉默 提议用手机投屏看电影 林池欣然说好 然而 投屏刚设置好 我手机忽然震动一声 陆燕的消息 悦然目不知上 微微 我取消婚约了 林池只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起身 我去给你倒杯水 厨房传来水声 我飞快打字 我要结婚了 滚 然后把对方这个号码也拉黑 林池很快端着水过来 温热的 里面还放了些蜂蜜 我们默契地转移了话题 聊画作 聊咪咪 手机却又响了起来 又是个陌生号码 我挂断 对方再打 后来我索性关机 林池忽然问我 前男友 就是上次医院那个 水杯的温度暖着掌心 我低声说道 我和他在一起五年 其实 那时 我是奔着结婚去的 直到今年 我当众问他 他才告诉我真相 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他不会娶我 而分手后 我才知道 他已经有了未婚妻 林池听得很认真 其实 你最难过的 不是他不能娶你吧 而是这段感情开始时 他就知道结局 但他只享受过程 却眼睁睁看着你奔向 那个不存在的结果 你在计划着 嫁给他的每一天 他都在想着 如何以女友的身份困住你 已经麻木的心 忽然就被他这两句话触动 我和陆燕恋爱五年 他到现在都偏执地认为 我只是想要婚姻 甚至他还以为 只要他取消了和成月的婚约 我就会回到他身边 但是林池懂 他认真地看向我 但是没关系 你以后会遇见真诚待你的人 我现在就 林池忽然起身 打断了我后半句话 我有点累了 简微 我正正地望着他 好 那我先回去了 那后半句话 便在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现在就遇到了呀 林池 回家时 刚一进门 去摸碧灯开关的手 便被人攥住 威威 陆燕的声音响起在耳边 他带了点怒 泻粪般在我耳垂上咬了一下 你去哪了 去那个林池家里了吗 咪咪呢 我刚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拼命踹他 谁让你进来的 就 嘴被他捂住 陆燕在黑暗中凝视着我 气息阴质 这么晚了 你从林池家回来 咪咪也留给他了 简威 那是我们当初一起养的猫 它凭什么 我拼命挣扎着 陆燕终于松开手 它叹了一声 语气稍软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我这次 和承越解除婚约了 威威 你再给我些时间 我会说服家里 娶你 我刚刚态度不好 抱歉 陆燕开了灯 她穿着尚未换下的西装 眼俭乌黑 形容憔悴 威威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分开 我仰头看她 我今晚有点累 明天再聊这些 好吗 阿燕 陆燕原本想要拒绝 却还是败给了那句阿燕 好 明早我过来接你 我点点头 等陆燕离开 我迅速反锁房门 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同志 有人入室盗窃 门锁密码 是陆燕猜到的 之前和她拉扯时 我故意将手上的钻戒 扔进了她口袋 报警罪名 也是入室抢劫 但我知道 凭借她家里的权势 这件事对陆燕 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我还是想隔应她一把 不过 从警局出来后 陆燕接下来几天 都没有再来骚扰我 我不怎么看财经新闻 但也隐隐听到消息 城路两家最近闹不合 陆燕似乎被家里软禁了起来 没了陆燕的骚扰 我终于能沉心化作 每天下午 临时都会带着咪咪 过来给我做饭 我在盛满阳光的落地窗前 用颜料一笔一画 涂抹着梦想 回头就能看见厨房烟火生腾的人间 我画得少年羽毛火了 画中少年穿着白衬衣 面容清俊 眼尾一点泪质 却生了双白色猫耳 而窝在少年怀里的猫咪 穿了件打着领带的小衬衣 是我画的灵池和咪咪 因着这幅画 我在网络平台的粉丝 骤涨十万 连带着之前没卖出去的话 也被一抢而空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我的努力终于被人看见了 这个好消息 我第一时间想要和灵池分享 甚至等不及电梯 我踏着拖鞋跑下了楼 然而 敲门许久 都没见灵池来开门 打他电话 也无人接听 高涨的情绪瞬间冷却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颤着手输入密码 门开了 熟悉的黑暗 灵池向来爱干净 可此刻 地上却一片狼藉 灵池把房间砸了 地上满是玻璃制品 砸碎后的玻璃碎渣 可咪咪毫发无损 小家伙被他关进了卧室 甚至猫杀是新换了 猫粮和水也都是满的 林池缩在沙发前 全做一团 身体微微颤抖着 少年被黑暗笼罩 甚至要渐渐与夜色融为一体 似乎下一秒 就要轻飘飘地离去 我莫名地害怕 林池 他没有回应 仍旧保持着那个姿势 我走到他面前 看见他腥红的眼 还有脸上霉干的泪痕 他哭了 心脏猛地一阵抽痛 我尝试性地轻轻抱住他 林池没多躲 你怎么了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好不好 林池没有说话 过了好久 他僵硬地颤抖地抱住了我 他说 简威 今天是我父母的 忌日 是我害死他们的 是我 这是林池第一次 细讲那场意外 一年前 林池还是国家队的游泳运动员 有着无可限量的未来 直到那次回家路上 他开车到郊外时 与同车的父母起了争执 情绪激动时 林池分神出了车祸 生死关头 他下意识地回转方向盘 用车身撞了过去 坐在副驾 一向反应迟缓的母亲 却第一时间去护他 车祸很惨烈 后座的父亲 当场没了动静 而母亲满脸血污 意识涣散 却还死死护着儿子 林池也受了重伤 他拼力爬出了车外 发现后座的父亲 已经没了呼吸 母亲也意识涣散 轻声地求儿子救他 可是 车子起火了 火势迅猛 伴随着浓重的汽油味 林池知道 车子马上爆炸了 他强称着 拼命去救母亲 可体力不支 爆炸迫在眉睫 他最终 还是松开了母亲的手 刚称着走出一段距离 身后爆炸生震儿 他的父母 就这样葬身火海 林池说在黑暗中 给我讲述了这段过往 几度呼吸困难到 无法出声 那双清泉般的毛子 蒙上一层死灰 他说 我是那样懦弱 懦弱地看着他们死在我面前 我没有救 没有救他们 我不该活着 我轻轻抱住他 有点想哭 他在车祸来临时 下意识保全自己 他在爆炸时选择了放弃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这涉及到人性 太过复杂 但我想 他们应该更希望你活下去 那晚 我留在林池家里 陪了他一夜 什么都没做 就只是坐在他身边 轻声安抚他 握着他的手 直到他不再颤抖 到了凌晨 林池才勉强睡着 我替他盖了层宝毯 然后轻手轻脚地 开始收拾房间 房间一尘不染时 时针已经指向了四 我又累又困 缩在沙发上睡着了 再醒来 屋里飘满饭箱 而我从沙发换到了床上 身上衣物没动 我踏着拖鞋下床 在看见厨房里那道身影时 松了口气 林池在做饭 这段日子 他的厨艺突飞猛进 尤其我爱吃的几道菜 他都做得特别好吃 林池回身 取调味料时 看见了我 醒了 我仔细观察着林池的表情 在确定他似乎是真的从情绪中走出来后 才稍稍松了口气 我告诉了他 昨天那个没来得及说的好消息 林池拨弄着菜馋 轻声笑着 简威 我一点也不例外 你的话以后还会被更多人喜欢 真的 他说 你一定会梦想成真的 那你呢 我走到厨房门口 你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真是睡糊涂了 林池的梦想 是不能再继续的游泳梦 我问这个做什么 那个 我正直吾着准备转移话题时 忽然听见林池笑着开口 我现在的梦想 就是简威能如常所愿 完成他的梦想 心脏被柔软的击中 我轻声问他 那你会不会陪着我 陪着我完成梦想 郭产与郭壁碰撞 带出极细微的声响 接着 他回应我 我会 听说 陆燕单方面解除了婚约 两家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延伸到了断绝商业合作 陆家本就是威胁 这会被成家泄愤般打压 公司内部乱成一团 而这个时候 陆燕却从家里偷跑出来 将我堵在了家门口 威胁 她脸色憔悴 朝着我张开手臂 抱抱吧 好吗 我很想你 我面无表情 滚 陆燕却走了过来 这么久了 你该闹够了吧 和好吧 我最近很累 甚至现在出来 见你也是我偷跑出来的 我和成岳也彻底取消了婚约 威威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 她来拉我的手 明天搬家 你和楼下那个抑郁症 也到此为止 我们重新开始 我会介绍你 给我父母认识 他们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陆燕 我正没看她 你不累吗 陆燕正住 你不觉着 你这人活得特别拧巴吗 我全心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拖了我五年 也从没想过对我负责 等我不爱你了 你又挽起深情戏码 一遍遍骚扰我求复合 你到底是爱还是不甘心 你和成岳解除婚约 是因为爱我还是骨子里 想要反叛父母 强加给你的人生 你这人永远活在当下 自私又没中 然而 我说了那么多 陆燕却似乎只自动筛选了关键词 你敢说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懒得再费口舌 转身就走 神经病 简威 陆燕挡住我去路 她双眼星红 过去我是错了 但是你连一点改过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 给啊 我面无表情 要不你先跪下来道个歉 陆燕红着眼看我 她似乎在做什么决定 良久 她沉声问我 如果我肯跪呢 我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抬头 陆燕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如果我跪 你就会回来吗 我失望地看向陆燕 如果你跪了 就连我们之前仅存的那五年也毁了 老实来讲 我还没后悔和你在一起过 那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我爱得起 就输得起 但是陆燕 如果你为了追回一个已经不爱你的人下跪 我会打从心底里瞧不起你 更瞧不起我自己 居然会爱过这样一个窝囊废 我冷眼看着她 别再玩那些偏执战友的狗血戏码了 你应该了解我的 我是真的翻骗了 给彼此留点体面吧 陆燕 别让我看不起你 这次我转身离开 陆燕没有再拦 只是 我走到电梯口时 听见身后她问声很轻 你真的喜欢上林池了 是 我回答完 电梯门开了 我看见了里面的林池 她一手抱着咪咪 另一手拎着菜 朝我笑笑 去我家吧 中午做你爱吃的鸿闷大侠 好 电梯门关时 我忍不住打量林池的表情 她有听见我和陆燕最后两句话吗 看她的表情 应该是没有听见 我松了一口气 却又有些失落 第二天早上 我发现手机里有一条昨天半夜的消息 凌晨三点的陌生号码 微微 对不起 祝你幸福 本以为流量不过昙花一现 可我的话 却幸运地拥有越来越多人喜欢 甚至现在已经算得上 小有名气 我受邀开展了人生的第一场画展 紧张 兴奋 又有种恍如做梦的不安定感 甚至有种不配的感 林池却轻易地看穿了我的情绪 她陪着我一点点筹备画展 陪着我画画 安抚地告诉我 我配得上今天的一切 永远配得上 林池一点点抚平我焦躁不安的情绪 陪着我筹备完了整场画展 可我太忙了 却没有注意到 她在没有安慰我的时候 却愈发地沉默 画展如期举行 林池全程站在距离我不远不近的位置 温柔地看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 她身上总有种魔力 甚至一句话都不需要说 只要安静地站在那 就让我觉着安心 画展举行得很顺利 只是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熟人 陆燕 心一沉 我忍不住皱眉 她又要来做什么 我本以为她是来砸场子的 然而她戴着口罩 和普通访客一样 安静地欣赏着每一幅画 甚至比旁人更为认真 见她没什么闹事的意图 我才渐渐放下心来 陆燕将每一幅画都仔细观赏过后 就悄悄离开了 离开前 还重金买下了两幅展画 从头到尾 她都只远远看了我两眼 没再纠缠 这次画展很顺利 我在本市也稍稍有了一点名气 一切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 我有些担心林池 我开始每天赖在她家里 陪她聊天 观察她的情绪 让我欣慰的是 林池也在慢慢变好 她总是笑着 那双眼那么温柔 她把咪咪也照顾得很好 还会默默收拾好 被我弄乱的房间 今晚 我和林池都喝了点酒 我们并肩坐在地毯上 看着窗外的夜空 轻声聊着天 林池 酒精莫名壮胆 我忽然问她 你喜欢我吗 如此直白 本以为林池会被我这个问题 吓到 她却轻声笑了 没有一丝犹豫 喜欢呢 那么自然的回应 似乎喜欢我就是 理所应当的一件事 心跳骤然加速 我攥着一拉罐犹豫了会 决定主动表白 那 我们再一起吧 林池沉默着 一秒 两秒 在我察觉不对劲 转头去看时 才发现 她竟以着墙睡着了 我哭笑不得 真是浪费感情 亏我还紧张了半天 我轻轻抽出 她手里空了的一拉罐 借着月光打亮她 目光描摹千万变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时候 凑过去的 心跳骤快 我悄悄凑去亲她 林池撑着墙壁的身体 刚好往下滑了几分 我的唇擦过她侧脸 林池醒了 我脸一红 酒禁似乎也散了 我想 不急 反正我们还有很多个夜晚 可以去表白 第二天是最近难得的晴天 我一大早就给林池发消息 约她陪我去公园写声 她没回我 我下楼去找 敲门没人硬 于是我擅自开了门 幸好 屋里没有想象中的黑暗 厚重的窗帘没有再拉上 房间开着窗 一尘不染 猫砂盆也是新换的 空气里有我喜欢的淡淡的 茉莉花味道 林池应该是去超市了 这人手机总是静音 没听见也是常试 我松了口气 在林池家里等她 然而 两小时过去了 林池还没回来 手机也无人接通 我有点慌了 三小时 她还没回来 四个小时了 电话依旧打不通 我将小区附近几条街都找遍 也报了警 晚上 我接到警局电话 说河里捞起一句男尸 让我去警局辨别 河里 男尸 我脑中一片空白 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去的警局 但是 我在那里看见了林池 穿着她常穿的那件白衬衣 左手腕骨处闻了一朵薔薇花 林池的朋友圈里 有一条发布于昨晚 仅自己可见的动态 她说 我的月亮终于从水面缓缓升空 她本就该属于天际 明月高悬 在警局看见她尸体都僵硬的没有掉一滴泪的我 却在看见这两句话时 泣不成声 她说 她的月亮终于从水里回到了天上 可是 昨晚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凌晨 她却纵身跃入水中 早上推开门 看见房间一切如常时 我本以为是个好兆头 证明她病情没有发作 然而 这偏偏是她真正离开的预兆 普通寻常的一天 风和日丽的清晨 她将房间收拾妥贴 甚至给猫咪换上了新的猫粮猫杀 然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 纵身跃入河里 直到林池离开 我才知道 她的抑郁症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不只是心理方面的郁闷 林池是生理性抑郁症 她生活的每一天 都备受煎熬 内心煎熬 身体的折磨 也没能饶过她 可是这些 我竟都不知道 林池在我面前 一直隐藏得很好 她鼓励我 安抚我 陪着我举办画展 养我的小猫咪 她永远是那样温柔地笑着 我甚至不知道 她的病 已经越来越严重 后来甚至每天 都会整夜整夜地失眠 她全是为了我在强撑着 为了我当初那句 你会不会陪着我完成梦想 她说会 就真的撑到今天 如今我的画作已小有名气 垫垫脚 梦想就已触手可及 可她再撑不住了 从警局回来 我将自己关在林池家里 拉上厚重窗帘 陷入我曾经最害怕的黑暗中 就好像林池还在 我死死攥着林池的手机 机器运行时产生的温度 恍惚间给我一种 林池还活着的错觉 她跳河时没有带手机 手机调了静音 放在了家里的抽屉中 我颤抖着打开她的备忘录 期盼着她会不会留给我一些话 备忘录里很干净 只有一条 我犹豫了好久 才鼓足勇气点开 如果你看到这条备忘录 那证明我该说句抱歉了 原谅我不告而别 我实在撑不住了 我无法原谅自己的过错 和懦弱 也没能斗过病魔 离开对我而言是解脱 但我不希望我的死 成为你的枷锁 你的存在已经给了我 很多曾经不敢想象的美好 如果没有你 我恐怕撑不过 父母去世的那个冬天 我从很久前就是你的粉丝 那时你常在网上发些话做 但关注的人不多 那时我就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被世人看见 你看 我的月亮重回天上 我的归宿也是天上 这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重逢 所以别难过 以后会有无数个林池去欣赏你 喜欢你的作品 信的末尾他写 如果心情不好 就抬头看看天空 不论白天黑夜 离你最近的星星和云朵 一定是我 落款 朋友 林池 将那条备忘路反反复复 看了无数遍 我颤抖着 删掉了结尾的朋友二字 不是朋友 林池于我而言 不是朋友 是喜欢的男孩子 林池没什么亲人 我亲手操办了他的葬礼 我穿着黑裙 以为亡人的身份替他服官 黑白照片上 林池依旧温柔地笑着 眼尾一点极小的泪质 温柔得不得了 我全程操持葬礼 没有掉一滴眼泪 葬礼中途 陆燕不请自来 我没有赶他走 白氏不请自来 算是不成文的规矩 没有感人意说 他心红着眼 看我为林池服官 仪式结束 他走到我面前 欲言又止 最后也只是颤抖着 说了声节哀 然后为林池上香三柱 离开了 背影逆着光 向来挺直地被挤 一点点垮下 林池去世后 陆续到了几份快递 都是我的话 而我这才知道 在我岌岌无名的那段日子 林池从生活费里省下钱来 偷偷以别人的名义 买下我的话 地址天南海北地留着 最后再托人寄回给他 那时我无处存在的梦想 原来都是林池在暗处 默默为我托底 这个傻子 而且 我发现了林池的社交账号 叫做水木 我翻看他过去的评论 发现在那些他病情严重 整夜失眠 备受折磨的夜里 他都还在一条一条 认真地替我回复恶评 每一条骂我或质疑我的评论 他都认真地去解释 反驳 他告诉他们 他会成为最厉害的画家 他的画里 有世上最干净的灵魂 他毫无理由地相信我 也或许是因为这些 他曾经留下的痕迹 让我总觉着 林池还在我身边 直到有天中午 我窝在林池家里 将他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 转身 却看见咪咪 趴在林池生前 爱穿的白衬衣上 用头轻轻蹭着衬衣布料 小声叫着 语调像是在撒娇 那一刻 离别的情绪 骤然击中了我 小猫咪不懂离别的含义 他也并不知道 那个把他养得 香香软软的蝉食官 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 这是个很残忍的词汇 我抱起咪咪 哽咽着问他 你也想他吗 喵 他朝我叫了一声 情绪明显很低落 最近几天 他吃得很少 夜里也睡不安稳 每天盯着门的方向 他在等林池 我轻轻揉着咪咪的毛发 眼泪砸上去 湮灭无声 我们一起想他吧 听说 只要还有人想着他们 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咪咪用脑袋蹭了蹭我的手 喵 林池去世后 我将自己关在他的房间里半个月 画出了一幅画 画中少年受了重伤 赤足奔跑在林间小道 清俊的面孔上满是痛苦与绝望 身后是冲天的火光 可是 在他身后 一对中年夫妇虚无的灵魂 穿透树枝与杂草 稳稳拖住男生向前 他们眼中寒泪 望向他的目光 却是慈爱与释怀 男生手腕处 闻了一朵薔薇花 栩栩如生 这幅画作出乎意料的火了 只可惜 林池没有看到 我为这幅画取名为火光中的月亮 我的月亮自火光中陨落 可我希望 我能拼凑起破碎的它 让它安稳地回到天上 我受邀参加一档节目采访 观众席里 我看见了陆燕 他穿着低调 坐在人群中安静地看着我 目光短暂接触 我又轻飘飘地一开 主持人询问我 请问这幅画里的男生 和之前的少年羽猫的主人公 是同一人吗 是的 他与带调侃 那他是你什么人呢 问题抛出的瞬间 我莫名想到了那天夜里 我借着酒精偷亲临池时 他熟睡中身子忽然滑下去的模样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 才想起当初没注意到的 他眼角的泪光 思绪皱毁 我轻声笑了笑 他是我男朋友 主持人不知道从哪打探来的消息 笑容也余 据我们了解 陆燕先生今天也有来到现场哦 说话间 镜头切向了台下的陆燕 他愣了下 但并没有反驳 而是看向了我 目光隐隐有些奇迹 不是他 我淡淡开口 主持人都愣了下 您说什么 我说 我和陆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我男朋友叫林池 但是很可惜 他没能来到现场 因为他 我指了指天空 目光落在离我最近的云朵上 去了天上 主持人调整了下情绪 将话题挽回圆了圆 那他今天一定会在天上 看着简小姐的采访 我笑 他会的 主持人按着提纲继续问我 成名路上很艰难 有什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吗 有很多 我平静地讲着 比如梦想 比如热爱 还有大家对我作品的每一分喜爱 作品评论区里的每一句夸赞 还有 视线扫过 台下有双泛红的眼 期待地望着我 我缓缓说出后半句话 我男朋友 林池 是他偷偷攒钱买下 我没成名时的所有作品 是他在失眠的夜里 替我一条一条 回应别人的质疑 是他告诉我 我忍不住哽咽 哪怕他不在了 以后也会有千千万万个林池喜欢我的话 他说 我配得上我想要的一切 所以 现在我也能坦然地说出 我配得上 林池的爱给我兜底 我配得上一切 采访结束时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离我最近的 还是刚刚那朵云 它离我那么近 似乎跌跌脚就能摸到 林池 你看 这世间万物 总会有另一种形式的相见 我今天遇见一朵 离我很近的云 就像是又遇见了你